台湾的句点来看到就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当地时间星期三通过了台北法案 如果参议院众议院都通过的话 就能够由美国总统签署生效 主要的提案人就是共和党参议员贾德纳 他就表示了北京当局威胁台湾民主 美国应该要继续和台湾站在一起 美国挺台议员再次动起来 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25日通过备受瞩目的台北法案 这个法案全名是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 法案名称每个单字第一个字母就是台北 因此被称为台北法案 主要提案人是共和党参议员 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贾德纳 以及卢比欧 昆斯等人 希望协助台湾巩固邦交 法案之后会送往参议院审议 还需要众议院通过 才被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生效 在了那新闻稿中指出 美国要极尽所能支持台湾 并提醒各国如果支持中国大陆 破坏台湾的行动将会有后果 至于法案内容则提到 美国除了游说各国加强与台湾关系 更授权国务卿在各国与台湾关系出现变化时 考虑调整对该国的经济或军事援助 除了美国议员相挺 第74届联合国大会25日总辩论第二天 瓜地马拉 史瓦地尼和柏流 三个友邦元首也发声挺台 我们认为我们的经济和功能处 可以提供到重新的 multilateralism与这个专业 专专业的专专业 我们认为我们终于台湾关系 3Million people We firmly believe that Taiwan is essential to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瓜地馬拉三年來首度在聯大發聲挺臺 另外也有多個友邦聯署致函聯合國秘書長 支持臺灣參與聯合國體系 期盼在維繫臺灣民主自由之外 更擴大臺灣的國際能見度及外交空間 東森新聞 朱柴瑞克亞函綜合報導